西方当然有很多的盟国以美国为主导 但事实上如果不是这些盟国 那么到底是不是现在看美国 越看越讨厌反美的情绪 是不是也该好好的注意一下呢 尤其是对于美国大兵来说 现在出去到外面走路的时候 恐怕也要当心 我们台湾人常常讲这个盖布袋 为什么什么叫盖布袋呢 就是像这样的画面 大家看到了吗 直接蒙头来猛K猛奏 这个是发生什么事啊 是美国第六舰队他们讲了 海军两栖攻击舰黄蜂号 有两个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他们是在土耳其港口城市 伊兹米尔遭到了袭击了 结果呢 现场的影片可以看到 有抗议的群众还高喊 美国人滚回家 有人就抓着这两个美国大兵的手 就直接用带子 把他们头给套住了 那么后来根据了解说 这是反美的土耳其青年联盟的成员 他们下的手 当地警方把一共15名嫌犯 通通拘留 并且展开调查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土耳其青年联盟 他们发文 声称对这件事情 他们负责 而且还说给美军戴头套 就是为了要抗议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甚至还说美国士兵双手是沾满了鲜血 要他们滚出去 我现在请教一下丽将军 这种反美的情绪会像骨牌效应扩大吗 那还有为什么有美国大兵 要出现在这个土耳其的港口城市呢 我首先要说孙子兵法第一句话讲得很明白 兵者国之大事 就绝对不可以随便新兵作战 另外孙子兵法也有讲 主不可怒而新兵 将不可运而自战 就是说你主帅跟这个领袖人物来讲 你如果没有深思熟虑 你不可以随便去开动这场战争 那战争一定要有一个战争目标 就我的战争目标是什么 然后你依据你的战争目标 来策定你的开战指导 依据我的开战指导 再来执行我的战略计划 这个是一个 如果说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然后是有成学下来 那我们现在来回想说 以色列到现在为止 在加拿大的地方的军事行动 总共到今天为止已经十一个月了 那打出个什么 当然我是问大家 他有没有觉得说 以色列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去这个打这场战 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我们刚开始推测说 以色列可能有两个战略目标 他第一个就是要解救人子 这我们可以接受 对不对 你以色列因为你一百多个人子 被这个哈马斯俘虏 那你要去解救人子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用兵 第二个他可能为了他国家安全 要消灭哈马斯 这两个他定了两个战略目标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在以色列自己的内阁里面 对这两个战略目标 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这两个争执是谁 纳坦雅胡跟他的国防部长 还有参谋总统长 他的国防部长就加兰特 参谋总统长叫哈勒维 他们两个军事的领袖 他很清楚 我们军人很清楚 就是说你到底有多少能力 你去做多少事 当然我们军人是受政治的指导 但是你政治也要了解到 军人有多少实力能够支持你 所以加兰特跟哈勒维 两个都讲得很明白 他说我们第二个战略目标 要达到消灭哈马斯 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到现在为止越打的状况 来讲哈马斯 原来有二十四个营 刚开始打到剩九个 结果他现在来讲 停了一段时间 他这人又恢复成二十四个 这个满边的实力的 这个战斗营 所以你因为越打他们人民对你政府越仇恨 越仇恨来讲的话 他就干脆我就加入哈马斯 我在这边二十也是二十 战死也是战死 所以我就加入哈马斯 所以来讲第二个目的 这个哈勒维跟这个加兰特认为达不到 那你就要达到第一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解救人质 那现在解救了没有 我们看到也没有解救 第一个目的你没达到 像昨天很残忍的 有六个人质 对被行刑事的枪毙 所以以色列人民没办法接受 你这场仗叫我们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牺牲那么 他们官兵牺牲的不多 但是最起码经济受到很大一个打击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战争打了十一个月 结果你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我们为了什么打仗 我们战争目标没有达到 所以反而激起全世界的 所有穆斯林的国家 一致的反弹 因为现在来讲 加上手段已经不是战争的问题 已经是人道种族的问题了 所以当这个问题提升到人道来讲的话 你就不能用战争手段来解决 尤其是纳战亚 不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加上那边大家已经觉得不可以接受 你已经是这个种族灭绝了 你现在居然说扬言要在这个 越战和西岸也采取同样的措施 同样的手段 要打越战和西岸 那全世界真的是炸锅了 像美国来讲很多学校 西方国家大概陆陆续续 都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土耳其 土耳其虽然它是北约的国家 但是它本身来讲也是穆斯林国家 它有他们自己 当然穆斯林国家在骨子里面 它还是支持他们穆斯林的 这种这个回教种族的 虽然说可能不同的种族 不同族群不同的国家 但是他们彼此还是会互相同情的 那除此之外 包括英国现在也表态了 他就不再支持你武器 我觉得当这个问题 以色列自己要去思考 跟这个拜登要去思考 当你这场战争 现在已经不是战争的问题 而是已经是一种屠杀 他认知他们已经是一种屠杀 这种人道的状况之下 难怪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黄蜂号 这个两栖攻击研在这边 被这个土耳其的民众 用这种盖布袋殴打的方式 然后这次用拳头 下次我们用弹头 弹头就是子弹的弹 不是这个铁弹的弹 是子弹的弹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以色列这场战争 打到现在来讲 你没有一个战略目标 你没有一个作战指导 你没有开战指导 你那时候只是凭一时气愤 对不对 阿萨克洪水的行动 造成你的人民死亡 或者是说你的人质被救 但是我们可以支持你 所以你为了救人质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你没有看出来 你有救人质的诚意 昨天被杀害这四名人质 你知道其中有四个 已经在谈判的解救名单里面 那这四个人居然 到最后一刻不能回家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包括以色列自己人民 包括全世界都没有办法 接受纳坦雅胡这种屠杀人民的 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 好 大家要知道 其实美国都已经把两艘海母 航母开去中东了 不是吗 说是要在那儿作证 结果现在连自己的士兵都不保 现在你看到 人家直接就向他挥拳 而且一上来十几个 里面还有两位女性 但是这个是不是只是冰山一角 那日后如果这个事情 再不好好解决了的话 恐怕倒霉的不是只有以色列 还是美国自己啊 美军自己是不是也难保了呢 而此外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 现在那美国总统拜登 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头痛呢 他会觉得谁头痛 是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吗 不乖不听话 是这样吗 好 其实呢 你看拜登啊 他最近还在假期期间 结果呢 二号回白宫了 马上要面对现实 说要好好的来想想 怎么解决 路透就报道 拜登被记者问道 纳塔雅胡是不是为谈判做得够多 结果拜登说 不 并没有 拜登还坚持 说以哈 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人质协议 并且补充说 希望永存 但讲这个有用吗 事实上美国的官员 像苏利文最近访华 但一回去马上就说 有跟人质家属表达 说这个礼拜 应该就会有最终的版本了 可是怎么样呢 现在看起来 好像变成一个烫手山芋 握在手里 委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这一本仗真的是越弄越乱 不输给柯文哲的竞选总部的仗 是不是 你想想看 哈马斯枪决人质 这什么意思 就是把自己变成强盗 绑匪 这是一个哈马斯政治领导人 可能没去想的 本来以色列是在天平上 处于失败的一方 他军力比较强 那政治上大家不以为难 哈马斯枪决人质 又把天平又转过去 对哈马斯政治领导人的智商 我是一直都持高度的怀疑的态度 任何个政治上斗来斗去 你只要涉及到平民 你就很小心 涉及到妇女儿童 更要小心 拜登可能不一定了解这个东西 但是普丁很清楚 俄乌战争之前 就先把平民疏散撤 所以俄乌战争是典型的案例 大概全世界所有战争里面 平民死伤人数最少的 就这个原因 所以你很难指控他什么种族魅诀 什么什么暴行 可是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 好像已经进入了种族战争 这就很可怕了 很可怕了 已经双方便杀红眼了 虽然以色列的人质很重要 虽然有七十万人罢工 上街头抗议 虽然有这个土耳其人不满 同情巴勒斯坦人 去攻打这个美国的士兵 但是我不客气讲 国际政治是冷冰冰的现实 谁的拳头大 谁就能够执行他的意志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吧 到目前为止 你土耳其的人再怎么愤慨 你有去当雇佣兵帮巴勒斯坦打仗吗 你土耳其有去制裁以色列吗 嘴炮嘛 对不对 全世界到现在有谁在制裁以色列 没有啊 通通是嘴炮 这个人看出来 包括拜登现在讲的话也是 都是嘴炮 你说有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吗 中国吗 还有沙特阿拉伯吗 没有耶 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哈马斯的行为 也怪怪的 好像也很难让人家觉得说 值得拼命去为他停 所以我们就处在一个很复杂 那以色列的行为更不行 你为什么不能把平民撤手呢 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又乱炸一通 哈马斯也是不是好叫小 你把平民当什么 当人落盾牌 躲在平民的后面 所以这样打起来 就已经是乱七八糟了一场 所以这个是一场混乱的局面 混乱的局面就是拳头大的人赢 那现在谁的拳头最硬 那当然是美国家 以色列当然最硬 你说其他阿拉伯国家 伊斯兰国家 有谁敢派兵去帮巴勒斯坦打仗 没有啊 连巴勒斯坦人都分两派啊 上次大陆好不容易搞个北京宣言 把这两派人马凑在一起 七派 不是 那个真正的大都是两派 就是哈马斯跟法达赫 其他人都小派系 总共十四个 但其他人都小 那么杰哈德啦 听都没听过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其他人只是绿叶 这个两朵鲜花 北京费得好大力 你们两个不合作起来 怎么跟以色列谈判啊 打仗啊都很难嘛 对 不过当然我叫哈马斯也一肚子冤啊 就我们的领导人被你干掉了 可要认知一件事情 在战争中 每一个领导人被干掉 是正常的事情 所有军事领导人 政治领导人被想 你们想办法去干掉 拉坦雅胡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常态 我这样讲 美国现在还是在挺他吗 谁 照你现在看拜登的讲法 还是在继续的挺 美国一定挺以色列 你不要告诉我说 美国人讲话 他只是骗骗其他人 他一定挺以色列 是 他挺以色列 有很多很多的目的 最重要原因就是有选票 选举嘛 有钞票 这是个现实问题 所以现在选举这个节骨眼 动弹不得 就选举过后也是如此 好 也是如此 你看布林肯跑去以色列 讲说我也是犹太人 是 那苏里人要不要跑去 我也是犹太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说来话长 然后拜登要讲什么 说我老婆也是犹太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种族宗教的情节在这里面 你说基督教要挺犹太教还是挺伊斯兰教 你不要骗我了嘛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形 还是要靠中国很有耐心 慢慢去劝吧 对不对 而且俄罗斯也自顾不暇 他也不可能在这里面帮什么忙 那俄罗斯没办法帮忙 中国没有 土耳其只是嘴炮 打哪几个美军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好 不过丽子哥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拜登 当然有他的话 那华府现在也在讲说 这个如果以他双方不接受美国的计划 未来几周提出最终版协议 美国可能放弃主导加萨停火谈判 但是如果说真的 你说放弃主导加萨停火谈判的话 那不是很漏气吗 这个世界怎么看美国 这个到底到时候 这怎么打这场选战 这不是很难堪吗 所以我其实是蛮质疑 这篇报导的这个论述 而且事实上 他里面讲什么未来几周 那我们明明看到这个苏利文 都已经讲说 我们本周要提什么最终版本 好 那我要问的是 现在以色列的纳塔亚胡 好像感觉很难堪了 好像觉得是什么 很麻烦了 他是不是可能位子又要坐不稳了 他说希望大家要原谅他 他没有能够拯救这六个人质 只差一步没成功 但是马上就说哈马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且还拒绝接受以色列让步这样的条件 就没得谈 没得让步的 看起来这个话还是讲得很硬 是不是就是因为刚刚这个蔡委员讲说 美国还是在背后在挺 他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有分很多个层次了 其实刚才学长讲是其中一个层次 但钞票跟选票 这必然是两党深度绑定 跟这些犹太的利益团体 因为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在这个游说里面是最强 加上美国的高层高度犹太化 你看大家家里不是有有犹太人的家人 就取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看连续两任总统 拜登跟这个川普 他们家都是有犹太人的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到 但是老大哥变漏气哥 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 二十世纪跟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经过二十世纪冷战的高度武装之后 再加上二十一世纪的大量的军用科技 民用化普及之后 大家有发现地缘政治 原本那些拖鞋军 他的战力是明显非要上升 以前怎么可能胡塞武装 这个地方的一个游击队 还有时间有能力 飞那个长城飞弹 跑去炸以色列 鬼扯了一千多公里 以色列还给出动F16长城奔袭 然后跑去炸 他出了代价 花了几百万美元的光燃油费 出勤费 比不过拖鞋军打个几颗 而且还是在沙漠中手戳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地缘政治最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武器廉价化 战争的成本 高价化 尤其对于所谓先进武装的部分 过去你是可以直接碾压 你看海山是被美国碾压 在海湾战争中是完全一蹶不振的 那现在这次真的是一笔滥杖 完全同意 但是以色列我觉得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色列喜欢暗杀人家的首领 没错 这个牙之必报 可是他低估了一件事 巴勒斯坦人长期被他们 凌持的结果 巴勒斯坦已经发展出 一整套的系统 来应对以色列这种斩首行动 什么是哈马斯 哈马斯他现在其实是 政军教族的联合体 政治军事宗教 再加民主的联合体 那这个联合体里面 他所凝结 他的是一种铁跟鞋的一种意志 他已经完全去中心化 以至于说他的这个政治局 很有意思 另外还受到了这个毛派 这跟毛泽东有关系 毛派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中东这些 尤其是反抗组织的时候 他们都组织都很像列宁市政党 毛派政党还有政治局 中国也有政治局 他把哈尼亚原本那个暗杀掉之后 他现在只派这个辛瓦 辛瓦是原本就在加萨总装这边的领导 他本来就是强硬派的 所以那个他这边有想到说 乙军六月的时候开始 他们下了命令 就是乙军一逼近我就杀你人质 原本没那么彻底执行 但是当哈尼亚在八月被干掉之后 他的整个的强硬度就上升 哈马斯态度现在就很强硬 对对对 你敢接近我就杀人 没错 而且你有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当乙军接近的时候 他们是从容的把人质打掉 然后从容的撤退 并没有逮到凶手 如果照以色列的这种做法 他如果这个IDF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 抓到人他一定是大肆宣传 他就是只找到尸体 那这几个人当中 甚至有一个是美国籍的 所以这次才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协议必然失败 所以我才说老大哥一定变漏气哥 为什么 因为纳坦雅胡又觉得他行了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 七十万人上街 也动了不了纳坦雅胡的时候 那纳坦雅胡他想法很简单 第一个我只有强硬到底 坚持到底把这个战争打赢 我才不会被贪腐追溯 甚至被暗杀的风险 现在纳坦雅胡已经是一个 无命客了 这无命客他是非常疯狂 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亡命之徒 但是这停火协议本身很荒谬 他的停火协议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大家都停火 第二个以色列坚持我消灭哈马斯 那哈马斯说你又停火 要放人质又要消灭我 有这种停火协议 那这跟我直接灭亡有什么两样 所以这根本是不可能达成协议 更加严重的事情是 现在拜登已经拜卡了 比如说叫拜卡登 拜卡登 他原本当总统的时候 都阻止不了这事情了 现在换他 现在美国重点不是你拜登好不好 现在是哈哈vs Maga大家知道吗 哈哈vs跟Maga Trump 所以根本没人理拜登 所以这个现在就变成一个说 美国就是一个烂局 我只能说 这个中东都搞成这样 以色列作为 这个跟美国的父子共恶 既是爸爸又是儿子这种状况 都处理成这个样子了 那其实拜登的历史评价 大概是美国有谁最烂的总统 是完全跑不掉 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看到美国几乎是险境疲乱 我们后面可能会提到 美国现在正在印太 连航母的布局都出现一些状况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走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全家人 遵壳 维持青春弹